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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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逻民警》的注意 当时我们就问他说 你是哪里人 到这做什么 他说我是东岗人 到这来是接海货 因为咱在村里接海货比较多 但是仔细问他说 你接什么海货 跟谁接的时候 他就神色慌张 支支吾吾 再仔细问他什么地点 约什么时间 人名叫什么 他更说不上来 这时候我们觉得他有重大的嫌疑 这名支支吾吾吾吾 前言不搭后语的男青年 被警察带回了新沟派出所 最开始的不承认 但是我们进行指纹比对 你要进行承认了吗 那肯定得承认了 铁正如山呢 警察 这名男青年叫小培 今年20岁 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六月间 这一年时间里 小培至少涉嫌 94起入室盗窃案 涉案金额达9万余元 他就是困惑当地达一年之久的非贼 令警方不解的是 小培的家境并不贫寒 父母在东港经营烤炭生意 他们家在东港的繁华商业区 还开着一家中档的烤肉店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走上了盗窃之路呢 在东港看出所我们见到了小培 2002年小培14岁 还在上小学六年级 他在同学的带领下 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游戏 并且逐渐迷上了他 此后的几年 他的父母也开始了跟网络争夺孩子的较量 逐渐沉迷网络之后 小培为了更好的上网吧玩游戏 开始了逃学 当父母给的零花钱不够用的时候 他第一次伸出手 拿了别人的东西 被扭送进了派出所 说起小培第一次偷东西挨打的那一幕 他的妈妈还记忆犹新 那谁回来就是个打 就是个锤 我做完就叫他龟 哦 罚龟 那多长时间 龟就是嫩点龟 他从小是不是 是个挺老实的孩子吗 正就挺滑 老爷你天天在这屋抗膛的 孩子洗啊脚啊 头啊都抱着他来洗 我说你给他洗吧 到处啊就能给他洗 就是上网 不上网啊 干脆走不到今天 小培的父母没有读过多少书 小培作为家里 这辈唯一的男孩一直很受宠 因为这次偷窃 父母狠狠地打了他 他偷窃邻居家的旅盘 是打算卖给收费品的 换钱去上网 由于属于未成年作案 加上情节轻微 警方处理后就放他回家了 这次从派出所回来以后 他再也不想上学了 父母只能同意他辍学 2003年小培开始 在东港的一些烤肉店 帮忙挣钱 起初打工一个月 能挣一百来块钱 挣钱后就泡网吧 因为包业上网便宜 他曾经在网吧里 连续待过两天两夜 小培的父母担心孩子在网吧 他玩游戏整天不回家 跟外人学坏 2006年家里专门出钱 给他买了台电脑 跟他瞎外游戏计 干嘛无礼 我就那么心思 或者就自个心思 给他买一台自个 跟家外吧 这钱一机去想 有个电脑 就这样 不然就杀你爸 你平时给他零花钱多吗 给 就三百五百那么给 一个月 一个月得两个钱 要五十不但说 给他三十二十 要都是三百 不就是伤亡伤的 钱上没亏过他 没亏过他 就是管你 所以为啥他发个没所 就是管 但是在家玩游戏 因为没有竞争对手 不如在网吧过瘾 在家待了几个月后 小培隔三差五 又开始流连网吧 父母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去年年初 父母花了十几万 在东港的繁华商业区 盘下了一家烤肉店 让小培去经营 对烤肉店的生意一开始 小培也曾经投入过热情 那是不大骂 病了 也不是说过了 我想我起来了 反正那边 我的心都是七早 我也起来 早就起来的 远远都起来 就上鼻市场 上鼻市场就开始 写了条 找那条 回来 一顿次 炒什么 锅口 这么丢贵 一顿次 或者 喂 你为什么买的贵 我不会砍仗啊 类似进货这样的经历 让小培备受打击 他觉得得不到父母的信任了 很快就又回到了网吧 小培不再过问店里的生意 父母只好雇人来经营烤肉店 这个时候 网络游戏不但推出了升级制度 还提供付费的游戏装备 小培在网游上的投入更大了 但他手上的钱呢 越来越满足不了需要 你怎么买装备呢 自己打个出来啊 那个打不出来就得买 看一进去 怎么说 就是跟 平常那些生活一样 你挺强的 你打我 我就有点不服 不服的 这钱也不敢说 要这个钱也得要 跟他一样 而且就心 买了 买了一进去 他打我 我得报仇 带给他杀了 买更好的武器 更好的装备给他杀了 他就不敢点动 后来你在这个圈子里 你到了是几点了 你全服地 那你光买些装备花多少钱 我现在都一万两块了 网络是虚拟的 游戏装备也是虚拟的 但是买装备的钱 确实实实在在的 像这样一次花一万多买装备 对他来说是常事 为了成为虚拟世界的高手 小培买装备的钱 越来需要越多 他也不好意思 再开口跟父母要 去年秋天 囊中羞涩的小培 忍不住就又伸出了手 先是摸走了网吧里 别人的手机 卖给了收旧手机的人 后来就干脆干起了入室盗窃的勾当 沙子景村一晚上似乎人家失窃 这就是他干的 而他到手的钱财 很快就投入网上挥霍一空了 如今小培进看守所已经五个月了 父母无心也无力在经营烤肉店 已经转让给了别人 提及小培盗窃 至今母亲的情绪难以控制 一边是生意 一边是卧船的两个老 对孩子的误入歧途 做母亲的一肚子委屈 他觉得凭自己的能力 实在是管不了已经成年的小培 现在如果要你重新选择 你还会去干那些事吗 还那绝对不可以 八四个都不可以 后悔啊 就是实验有两层 其实不够 你进来后悔 为什么进来后悔 厌一些 忙一些 目前小培所做 入室盗窃案件 已经侦查终结 移送检查机关 其实在生活中 像小培这样 因为沉迷网络游戏 而犯罪的年轻人并不少见 我们下去曾经发生过 14岁就敢去包裹 就是翘包再一个把那个匣子里 零钱全部拿走 用来上网 统计显示 我国现有未成年网民4000万 其中网瘾少年约有400万 13到17岁是网络成瘾的高发期 大学生网络成瘾率也高达9% 马老师过去我们关注网瘾少年 而今天的这个案例 好像是一个网瘾少年 长大成人之后的故事 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轨迹 最早是厌学 不停的玩网络游戏 然后当成年应该开始自食其力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我们现在用的词叫啃老 可能成年人老乡父母身手 也觉得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 于是就一步一步往下 就出现了今天的这个结局 以前我们在谈未成年的时候 说家庭背景 那么谈这样的成年人 家庭背景还有没有意义 仍然有意义 他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 和网络成瘾有着一定的关系 这个未成年阶段 包括少儿阶段 缺少起码的以父亲之间 家庭之间 同辈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 让自己具有更多的不自信 甚至是自卑 会成为他将来沉溺于网络 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行为选择的 这样一种过程 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 其实也正是如此 这个家庭的方式 他可能是走了两个极端 要不就是粗暴的这种动物 要不就是一味的放任 就是天使和魔鬼 是 那么其实他的父母在这里边 可能正好扮演了天使和魔鬼的 这样一个角色 会让孩子更找不着北 由此他缺乏自信 一旦变成网瘾青年 他们成人了之后 有可能有什么样的特征 一个就是相对的逃避 再有一个就是除了上网 很难保持一种激情 去实现他生活和工作当中的目标 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他们人生的发展 但是反过来说 我们又要很客观的来面对这一代 我们国家最近有了专门的 关于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的专家论证 那么这个论证告诉我们 网络成瘾 它不是一般的不良行为 它是比较明显的严重的精神障碍 对他们的治疗方法应该是什么 一个是寻求心理医生的治疗 第二个在生活当中 我认为要培养他们的自信 第三个我想 对于这些网友少年 还要给他们适当的压力 这种压力可能是很多父母 他做不出来的 你比如说他现在一味的 就在家里边逃避社会 那么如果你不给他压力的话 他永远还有一种依赖 对父母的依赖 使他们像绳索一样 会绑住他的手脚 他永远不愿意走出去 这些又需要各方面一块来录音 今天这节目当中 小培的妈妈说的那句话 让人印象深刻 说这孩子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都不用管 过着寄生的生活 但是这种极端的现象 可能在其他的中国家庭当中 现在多多少少都会有出现 于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一代人 怎么给这一代人一些动力 怎么给他一些精神的引导 让他们能够过上充实的快乐的 有追求有担当的生活 这可能是一个挺大的话题 所以远离网瘾 孩子们不能够支援游戏的幸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马老蔡一厂讨论 明天这些时间 这些说法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